在這敏感時刻 柯文哲今天還和國民黨籍的議長合體了 更觸動了藍白核的敏感神經 到新竹市議會拜會議長許修睿 柯文哲一拿到見面裡十六杯 主持人馬上附和 未來兩方要花果病地 面子更做好做滿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唯一的選擇 柯文哲 這是故鄉 所以這是鄉親 而且我跟那個許議長早就認識了 因為我們柯主席本來就是我們新竹之光 良人一搭一唱互動相當熱絡 柯文哲再次回到民眾黨大本營新竹收獲剖風 不僅民調作二望一 近來更陸續進攻新北新竹議長系統 拔樁之外 甚至還有藍營小雞掀起跳船潮 也渴求自己的光環加持 就是有國民黨的候選人來拜會 你希望在他們的選區不要提民民眾黨的候選人 就算有 我不會告訴你 聽到問題不否認 還曖昧的笑了笑 畢竟現在後世上漲藍白合不合 都要看自己的意思 大部分的非綠的選民都蠻憂慮的 當然都希望大家都能夠整合在一起 還有機會能夠政黨輪替 羅志強籌組的政黨輪替大聯盟臨時喊咖 似乎被認為在拆台侯友宜 眼看藍營聲勢低迷 柯文哲反倒老行宅宅 這次回到新竹 沒有見到愛將高鴻安 但卻借進高鴻安模式 力拼2024藍綠突圍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